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幾個字就是政局鎮省港股 講講今日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就一般,全日反覆向下 跌幅一度超過500點,去到27,200點邊 其後跌幅總算稍微收窄,全日跌480點,收到27,308點 成交是770億 今天市場跌得厲害,就是地產股 其中一隻就是新世界發展跌得比較多,跌近5% 加上手機設備股也一般,跌得比較厲害 其中這隻,信譽光學6%減價,藍籌來說跌得最多的股份 講回整個市形勢,今天市跌得比較淒慘 50隻成分股,49隻都是跌,只有1隻升 為甚麼這麼淒涼呢?回到點題幾個字 就是政局鎮省港股 好,政局鎮省港股既是香港的政局,亦是中美的政治角力 都是有些不好的消息出來,令港股今天大幅向下 接下來,看後市都是估計 短期內,未來兩三天,甚至下星期 都是可能政治壓到一切,都是受到政局的拖累 因為看起來,無論是香港以至中美的情況 短期內都不見得會有很戲劇性的轉好的情況 先講一下香港的情況 今天可能大家都是比較相感的一天 因為之前的反修訂逃犯條例的示威 今天已經變成衝突,甚至警方形容為騷亂 整個過程裏面,警方就射示威者 首先衝擊立法會,接著警方就還擊 施放了很多不同的彈 由催淚彈,布袋彈,以至塑膠子彈 都是發射了,令到警察受傷,示威者受傷 整個形勢,今日的情況令大家比較相感 而且看起來都會繼續,未來這幾天都會是這樣的情況 急速好轉的可能性不大 因為一方面看到,剛才提到 在整個衝突過程裏面,示威者就不少受傷 這個可能對示威者來說 會令到反對這個條例的人 是更加有氣,有氣就會進一步推動更多不同的抗爭運動 好像現在英國人正在推動罷課 其實之前也有人說罷工 一直都是類似的抗爭行動,會進一步推動 加上外國的政要出來發聲支持示威者 在說的是甚麼呢 有大卡有小卡的 其中大卡就是美國的眾議院院長佩洛西 就說支持示威者,說以威脅一旦 如果通過條例,更加會重新審視 香港是否有高度自治的情況 這個說法一方面會令到示威者 在以後的行動,覺得更加有力量支持 另一方面,反過來對中方,以至港方 是一個不好的刺激 中方法人已經第一時間批評佩洛西 或是雪山倒勢 總之,對示威者的士氣可能會有推動 但對港府來說不是一個好事 事實上,就算貝洛西是否說 其實港府看今天的行動 短期來都不會很快 從中有一個大讓步,令事件平息 因為警方在應付示威者的衝擊時 已經有很多彈都發射了 而且事後,應該這樣說 初步化解衝突後的記者會已經說了 就形容今次是一個蘇聯 又形容那些民眾,民眾是一個暴徒 還不排除會用任何方式來控制場面 很明顯,態度比較強硬 說到這樣,你估計 不多次會短期內有任何鬆動的空間 局勢仍然會比較繃緊 估計會這樣 警方繼續守著防線 示威者的人數會否再進步增加 很難說,但肯定會發動不同形式的抗爭動作 繼續跟港府方面有一個角力 這就是香港政局 這種情況當然是對港股不利 事實上,昨天已經有地產商 就說以社會不穩為理由 寧願地皮拆掉,兩千多萬都不要 百多億的項目不玩 就是因為社會不穩為理由 現在看到整件事件 即使未見到今天的大衝突之前 已經有地產發展商有這樣的行動 對經濟、意志、樓市等各方面的氣氛 都是不利的 所以現在繼續這樣下去 當然對港股是有一個不利的影響 另一方面 就是中美的情況都沒有好轉 近兩天特朗普不斷發炮攻擊 昨天這節目已經說了 他就說威脅 如果習近平主席不同 在G20峰會見的時候 就會馬上加關稅 加到25%對6000億貨品 還有可能更加高於 遠高於20% 可能不止25% 這個意思 今天又再說了 就說自己今次整個中美貿易談判停下來 是許與叫停的 原因就是路調重彈 中國就說之前答應了的不算數 4點還是5點他自己都說不清楚 4、5點就答應了不算數 現在就說要求中方回到之前談的情況 就是答應了4、5點 回到之前答應了立場 然後就說如果不是對美國好的交易 他就不會不志在交易 才不會跟你談的 才會說得很強硬 這個說法當然是對整個中美的 繼續磋商的氣氛不利 事實上昨天才提到 中方已經覺得其實他再施展極限施壓 因為再來這麼說 亦都當是這樣的一回事 所以中美看起來 在G20之前都不會有什麼特別好的消息出來了 都是反覆覆的 有時市場猜測會好些 但事實上看應最近 無論是特朗普的言論 以至中方的反應都不見得有什麼好的發展 所以政局仍然是一般的 情況之下 港股恐怕都會繼續受壓 加上昨天節目也提及過 美股的走勢 昨天節目也提及過出現了墓碑 說要進一步向上 才能化解墓碑的隱憂 結果他昨天回軟 而且一度跌穿50天線 還迫前浪頂的支持 美股走勢已經弱了 加上港股 以至上證指數各自都是普普通通 走勢不見得英俊 看到各自已跌穿上升軌和20天線 未迫近250天線已經回頭 走勢一般 上證也是 今天少許回軟 好過各自有少許調整 未見大問題 但這角度觀察就是 仍然受制在前浪頂的阻力 向上突破的力度是頗乘疑問的 加上恒生指數自己 今天就 昨天250天線穿了 今天就已經下來了 就是昨天的甲村 第一 第二 跌穿了20天線 這條粉紅色橙橙色這條 還有陰門竹 就出現了這三支 陽竹 小陀螺 加之陰竹 是很典型的黃昏之星的走勢 所以整個走勢是弱弱的 所以在政局的動盪 加上技術走勢一般之下 估計人生指數就會繼續反覆向下 尋找支持 第一個支持就是 綠色箭嘴主治 上升列口支持 就是介乎27,100至26,900之間 大家看著這條位 好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